A.S.C.P.4080 A.S.C.P.4080每集节目都在播送前一天录影 以当天发生在A.S.C.P.4080之一身上的一连串事件大量剪辑所构成 节目每集都以A.S.C.P.4080之一的脸部静止影像开始 并且上面会出现一些无法识别的语言文字 几秒后,这些文字会变换成英文 The Most Important Man 之后节目开始 节目内容是A.S.C.P.4080之一一天的生活 由A.S.C.P.4080之一起床开始 A.S.C.P.4080之一的生活非常普通 很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 节目通常是由A.S.C.P.4080之一吃早餐 开车去他的木工厂 吃午餐 开车回家 以及吃晚餐所构成 有少数例外是A.S.C.P.4080之一放假去拜访他的孙子孙女 在节目中A.S.C.P.4080之一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正在被拍摄 即使拍摄的地点和情境会让摄影器被注意到 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拍摄 在2017年9月28日 A.S.C.P.4080之一在下班后 为了保护一位被抢劫的游客 法国奈吉利亚混血的39岁男性 而在争吵中被射杀 随后A.S.C.P.4080剧集于2017年9月29日播送 除了惯例的开头文字外 还多出了系列结局的字样 该节目正常播放直到A.S.C.P.4080之一死亡 之后聚集于4秒Core先生的脸部进去影响作结束 在A.S.C.P.4080之一死后 A.S.C.P.4080开始从A.S.C.P.4080之一的出声重播 A.S.C.P.2305是一叠US Later大嫂的纸张 左上角被定住针定住 封面用黑色麦克笔写着完全没用的好点子 每周A.S.C.P.2305的内容都会改变 并生成一篇文档 这份文档被叫做S.C.P.2305J S.C.P.2305J可以翻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描述一个用来无效化某个Eucaly或Keter及S.C.P.的可能方法 内容包括执行这个无效化程序的时间、地点以及方法的详细细节 被选中的S.C.P.是随机的并且没有相关性 第二部分是一份事故记录 内容是使用第一部分中的方法无效化S.C.P.导致的结果 这些方法不是完全失败就是得到施语愿违的结果 并且常常导致基金会大量的人力物力损失 第三部分是标题为故事的启示的一小段话 这段话的内容很多遍 包括对事件的简评、流行文化梗 以及对基金会的直接侮辱等等 举一个S.C.P.2305J的例子 尝试无效化的S.C.P.是S.C.P.3008 方法是动用S.C.P.基金会的资金买下IKEA 将所有的IKEA关闭 并把S.C.P.3008与其他IKEA用定点爆破的方法炸毁 但是文中描述 所有IKEA被摧毁后 许多的Walmart开始表现出S.C.P.3008的特性 会将人传送到一个无尽的Walmart 里面有许多穿着Walmart制服的员工怪物 而相对于旧的S.C.P.3008 新的S.C.P.3008更加危险 员工部分白天夜晚都在进行攻击 还会随机的摧毁货架与商品 并且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幸存者 故事的启示是 你摧毁某物的栖息地 它会找到新的狩猎场 S.C.P.2305对现实没有任何影响 所有记录的处决尝试似乎都是完全虚构的 但是如果尝试执行S.C.P.2305J文堂中描述的无效化方法 尝试会以几乎与S.C.P.2305J文堂中描述相同的方式失败 对这些方法进行轻微改动仍然没有成功 至今S.C.P.2305没有提供任何对无效化S.C.P.有用的资讯 S.C.P.1364是一只外形类似狮兽的小型布鲁类动物 S.C.P.1364很友好 有时会以它的长舌头卷驻研究员 S.C.P.1364有着极低的耐受力与行动能力 当长时间受到极小的刺激时 它的身体会逐渐变得容易受伤 它在第一次受到刺激时反应是正常的 但重复给予这种刺激会使造成的伤害 呈指数增加 虽然有消化系统 但S.C.P.1364不需要进食 咀嚼、吞咽、消化排泄等行为 反而会对S.C.P.1364的身体造成极大负担 目前不知道造成S.C.P.1364 肌翼受伤的特性的原因 在实验中即使接触水或盐水 都会让S.C.P.1364产生痛苦 毛发脱落、皮肤过敏等反应 普通的提高说话音量会让它而到出血 比较有趣的是 在逐渐增强的光照下 它会灼伤 接着变得透明并消失 光照结束后 S.C.P.1364在墙内被发现 S.C.P.1364独处时会以一定速率自我愈合 这些特性会是这么脆弱的S.C.P.1364能存活下来的原因吧 S.C.P.527是一个男性人型生物 身高1.67公尺 在生物学上没有异常 但它具有鱼类 S.C.P.527没有表现出其他异常特性 它的头部功能与任何正常人类的头部相同 并且能使用普通的人类语言 左脚脚底上温有字句 鱼先生 Wondertainment博士出品的小小先生 而当被访问时 S.C.P.527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塑造为这样 Wondertainment博士的小小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S.C.P.系列 相较于其他的小小先生们具有的各种能力 只有头部是鱼的鱼先生可以说是非常无用了 S.C.P.523没有一定的物理形态 也没有任何能够对其进行鉴别的记号 S.C.P.523会释放出一种低频率的心灵感应信号 能感应到的人会听到一种单调的铃声 可以用这个信号来判断S.C.P.523是否已经逃脱 这种信号也能够使电子记录设备 像摄影机等短路 S.C.P.523在没被注意到时 能够进行短距离的跳跃 它会伪装成附近的人将要使用的物品 一旦这个人拿起 注意到或仅仅是准备使用S.C.P.523时 它将会转化成一个完全没用 或是完全不适合用于当前状况的物体 这种转化过程只有当S.C.P.523没有被注视时才能发生 但只需要眨眼的瞬间就能完成 S.C.P.523转化成的物体不仅无用 还带有一些缝丝意味 这些转化成的物体有时候只是不实用 但有时候却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S.C.P.523曾在某个火势进行尸体解剖时 伪装成手术刀 并转变为一把链锯 也曾在火灾时伪装成一缸水 在被拿来灭火前转变为汽油 在一名特工被S.C.P.682攻击时 它伪装成一把手枪 并转变成打不开门的钥匙 S.C.P.523的转化 跟它被使用的场合重要程度存在一定的关系 如果一旦S.C.K.级事件末日发生 它可能会转化成某些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物品 例如太阳 以上就是五个最无用的S.C.P. 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什么是你觉得最无用的S.C.P. 这支影片的主题是来自上次最恐怖S.C.P.的留言 这个提议得到最多人支持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